红尘跟苏妙龄 应该我们都觉得 其实他们表演是蛮好的 尤其苏妙龄的表现 其实是蛮好的 其实我之前是不太看好 北京音乐 但没想到这样 整体的效果会很棒 我会觉得他们平常的表现 其实比今天要来得好一些 他们今天太过于雕琢 傅梦尼跟段林熙 其实他们花了很多功夫 在经营戏曲的表演 但是很难在一天之内做好 我个人比较担心霍云甲 太具情绪了 然后动作可能又忽略了 就是很拘谨还是这么的 就是像有点打架的感觉 有点壮 而且有点表面 那我们一间同一吗 是 在我们以前站的是 快乐女生的全国前八强 在今天考试过后 有两组将安全过关 两组将暂时危险 今天考试的题目是戏曲元素 除了天赋以外 很重要一个东西 就是态度跟努力 我要请苏妙龄跟红尘 你们两位处理 我们今天表演带给我们 很大的惊喜 其实也带给所有的人 很大的鼓励 我觉得其实在很短的时间内 只要你愿意是可以做到的 恭喜你们你们安全了 今天老师评价就挺高的 就这还是有点意外 有这样的成绩 我觉得真的 还是默契吧 剩下的三组里面 其实你们的能力来讲的话 相差其实都不是很大 有一组选手给我的印象 是深的 表现的时候 整体性非常的强 好 那么他们就是刘欣 和王毅姐 北京一夜 请你们初恋 你们安全 剩下的四位选手 我们给了你们同样的时间 跟同样的条件 我知道其实这个并不是一个 非常容易 而且可以在很短时间内 能够学会或驾驭的一个 考试的题目 但是 有人可以做到 我要先宣布 在你们四个人当中 PPTV网络电视关注指数 最低的选手是 傅梦尼 你们三个人当中 有一个我觉得 今天 整体的实力是还是不错的 杨阳 你安全了 在我们一前三位女生 你们今天表现 都有一些失误 但是你们有最后一个 可以自我拯救的机会 好好思考一下 然后进来告诉我 你 凭什么留下来 你一定要好好说 我每次都好好说 不要放弃 我每次都危险 这一次肯定要站平平台 其实我每一场我都会想到 可能我今天就要走了 特别是今天 又一次的被划到危险区 当然我不会放弃 我还是会努力的 其实我压力蛮大的 我也没有权力去 去 就是怪别人怎么怎么样 只是说 在这之前 我们做的东西还不够 我这第一次 带病了 我真的已经猜到了 从昨天晚上练了一晚上 然后到今天练了一天 然后我们俩都不停地 一遍一遍地排 一遍一遍地排 然后我还特别 非常感谢傅梦尼 他一遍一遍地抠我的动作 每个动作抠 然后才能让我像刚才那样 但是我觉得我们已经努力了 我觉得我能留下 就是我第一次站这个台上 然后今天感触比较多 因为这次我觉得这次 我跟杨阳确实就是 我们在一些沟通方面比较欠缺 就是一些配合上 然后一些形体 还有唱歌方面都是我来完成的 然后它基本上就是 复合我 就听我也没有给什么意见 所以说我觉得 可能那方面想的心思比较多 然后忽略了就是在唱的方面 我确实我觉得今天唱 可能在后面一些节奏 拍子没有跟着 但是我想说的是 我这次 我是真的用心去准备的 我又来这里了 我每次考试都会被危险 然后被带电 我自己想过很多 可能我是一个比较马虎的人 然后下的苦工时间还不够 心里面特别难受 我终于体会到那种 以前在学校里面就是 班上成绩比较差的那种同学的心情 就是一直追都追不向别人 我想留在这里 我还想继续努力 我想半生 我不想 在每次都站在这里 我们的everybody一起进去 为什么我不想站在这里 请 段联系 李斯丹妮 上前一步 段联系 其实我有看到你的努力 我相信 余少琼老师也有看到你的努力 但是我觉得 可能每个人的 每个人的能力 其实都还有一点点局限 我会希望你 其实可以再更放松 更开阔一点 李斯丹妮 你一直是我心目中觉得 里头很有魅力的选手 但是我知道你在演唱上 经常会出一些状况 我现在宣布 你们当中 安全的选手是 段联系 你安全了 附魔女 请你上前一步 我觉得 不要让对自己的认识 变成是对自己的限制 我觉得你可以做得更好 我现在宣布 本周 带定的选手是 伊斯丹妮 这次失败首先是 一个心态问题 然后其次就是合作分 因为我合作人导致我分 就分散了精力 分工方面 我可以说我是帮满全部的 好 右 左手 给她设计的东西 然后她能够很好的 把全使出来 杨阳 你安全了 停错了吗 定了 好吧 你 我就帮她 就 就好好比呗 就站在那个中级PK台上 你感觉很不舒服 在前四周的学院考试中 李斯丹妮都是安全过关 从未面对过危险局面 李斯丹妮 你们安全了 安全了 安全了 而这次 她被危险带定 带定的选手是 李斯丹妮 将战上明天总决选的 终极PK台 是强势爆发 和被动感隔着的荣耀 还是爆汗离别快女舞台 被学院逃逝的结果 付出沉重代价 24小时号 明帝揭开 手机编辑 选手编号或姓名 到1066958820 为快乐女生 推荐歌曲 参与新一代奇达 畅想品味 亲生活 短信互动 就有机会 或iPad新款平板电脑 5000元腾讯 快快来参与 东东月产 新一代奇达 短信互动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